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趣 这些猫科动物的奇怪行为既好玩也让人困惑 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要问 猫为什么这样呢 一直以来 猫科动物既能独立猎食小动物 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猎物 同时作为捕食者和猎物 物种的生存取决于决定性的生物本能 这些我们今天可以从野生或者家养的猫观察到 你的猫的行为看上去可能让你困惑 而在野外 这些行为经过百万年的自然进化 足以让Grismal变成一只超级猫 独一无二的肌肉结构和完美的平衡能力 使猫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侦查领地 并且锁定野外的猎物 Grismal不需要这些特别技巧来发现和捕捉食物 为了他今天的饭碗 可是本质上 从书架顶部观察客厅 正是他在进化中获得的本能 作为野外猎食者 猫都会时刻准备着捕食猎物 由于猫的猎物很小 在野外 猫每天要进食很多次 不停地通过前行 猛扑 杀死 吃掉的技巧来获得食物 这就是为什么Grismal喜欢追逐和抓扑小玩具 并且成天不停地吃东西 而且在野外 小猎物往往隐藏在狭小的空间里 Grismal之所以喜欢躲进容器和小洞中 是好奇心所驱使 这有助于这个物种 几百万年得以延续 在野外 猫需要利爪来爬树 猎食 自我防御 随时随地摸肩爪子 不仅帮助它们时刻保持状态 还有助于活动腰部和腿部肌肉 也使压力得到释放 所以 不是Grismal恨你的沙发 椅子 凳子 枕头 窗帘 以及所有你放在它面前的东西 它抓脑只是为了保持它的爪子锋利 因为这正是它的祖先为了生存所做的事情 作为捕食的猎物 猫进化出躲避追捕的技能 在野外 猫非常善于躲避捕食者 所以直到今天 Grismal仍然是个起进小空间的专家 常常搜寻或躲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喜欢干净无味的猫砂盆 那是捕食者不可能发现的地方 即使在附近寻觅的猎食者 想一下我们知道的关于猫的一切 然而它们最常见的行为之一 仍然是最神秘的一个 猫打呼可能有多种原因引起 比如快乐 压力 甚至饥饿 可是 奇怪的是 打呼噜的频率在25至150赫兹之间 这个范围内能促进组织再生 所以打呼噜使Grismal成为优秀的陪伴者 也可能还会治疗它的肌肉和骨头 甚至可能也包括你的 它们一直在进化 一边孤独地捕食 一边不停躲避天敌的追捕 时至今日 猫仍然保留了许多本能 使它们在野外存活了几百万年的本能 这是一些看来奇怪的行为的解释 对它们来说 我们的家是它们的丛林 如果是这样 在猫的眼里 我们是什么 适合它们争抢资源的眉毛傻大个儿 还是它们能轻松应对的愚蠢捕食者 甚至也许它们认为 我们是它们的猎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古怪生物 显为人知的历史人物 太空的秘密 那些让你羞于奇耻的奇怪身体问题 烧脑的谜语等等更多信息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尽情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